日出康城最初规划时,教育局预计了三幅用地,在五间学校。 领都及浸海之间的一幅13000平方米用地, 本来已批准给东华三院开办一条龙的中小学。 由于西贡将军澳适宁的学童数字不足,延迟了兴建新校舍的计划, 多年来,我们挖船将军澳区内教育界代表。 等了好多年,终于有美目。 希望早日兴建新校舍,区内学生不用跨区上学。 至于在日出康城一期首都队出的6000平方米独立的学校用地, 教育局暂时未考虑再建一些传统校舍。 不过,学校原本附设的球场用地,教育局回应说, 因为区内欠缺球场,打算分割原本是学校球场用地, 交给康民署,兴建球场给区内居民使用。 而居民康民署亦考虑兴建五人足球场。 如果想玩其他球类活动,康城的居民又可以去哪? 将军澳第86区的日出康城,在规划之初, 政府已预留在首都旁边的花海用地, 给康民署兴建室内康乐中心,Indoor Recreation Center。 但很无奈,迟迟未见落实。 按照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每五万至六万五千人,应该设置一座大型体育馆。 当中包括至少有两个篮球场,三个壁球场, 一个活动室和一个健身室。 我们一直促请政府加快将军澳第86区, 日出康城移建室内康乐中心的规划和建造。 现在日出康城和进营人口已超过五万人, 加上石角路的海恩庄园,百姓角的公营房屋, 以至到已婚人士宿舍。 规划要兴建五万个房屋的137区新市镇, 人口超过十万人, 远远高于兴建体育馆的规划标准。 我们很有信心,能成功争取将 康城兴建室内康乐中心, 纳入规划之内。 学校用地闲置多年, 为区内民生配套设施的不足, 一直都为居民救病。 我们亦已向西港区议会提出动议, 促请政府启动行政规划程序, 或改划土地用途, 释放将军澳第86区即日出康城, 部分的限制预留作学校用地。 用作兴建其他民生配套, 例如街市、商场、车位、图书馆、 球场等设施, 以回应区内对民生配套设施的强烈需求。 扎三幅学校用地闲置十多年, 除了五人足球场之外, 如果教育局愿意释出部分的用地, 改变用途, 你又想建什么设施呢? 欢迎掃上我的QR局, 填写网上问卷, 发表你的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